Q.A.L.A.L.L.C. 哈囉 孟璇 歡迎光臨 妳好妳今天為什麼穿這樣子 今天不是要介紹全日式建築嗎 全日式建築 其實在台灣的日式建築都有經過改良 怎麼 我看不出來哪裡 我們眼前這一棟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我帶你進去看看 走吧 我們現在看到的八角柱 柱墩 還有外牆上我們看到的六角窗 其實這些都不是 全日式建築所能看到的元素 那這是什麼元素啊 這些元素是西方的建築元素 日本人在台灣設計的時候 其實他在設計上的彈性很大 他直接把當時的一些新的技術和新的思潮 引進在台灣 來 我們到裡面再看看 其實 純日式的建築在台灣如果不改良的話 會垮掉喔 有那麼可怕嗎 在台灣的日式建築 其實在早期的時候發展並不順利 因為它碰到台灣潮濕的氣候 還有白蚁的影響 所以很多早期的日式建築到台灣 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壞 那日本人在這個時候呢 他想了很多方法來去做改良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了柱子的蹲座 它的抬高的基座就是希望讓白蚁不會爬上來 影響到它的木頭蹲座 還有後面的通氣孔 希望讓底下的這個環境呢 不會這麼潮濕 這就是日本人在台灣建築設計的時候 做日式建築所做的調整 所以不管任何建築設計都要根據環境還有需求去做一些調整對不對 是啊 所以很多日本的建築師到台灣都很好奇 為什麼日本的日式建築到台灣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你的設計有增加什麼新的想法嗎 我們現在要做這樣的一個日式建築修復面對的困難非常多 我們除了要盡量恢復原貌 其實我們還要加熱很多新的技術和工法 進一步的要去加強防蟲防草等等的技術 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讓這個建築它有更長久的生命 另外一個就是在洗手間的部分 我們也要讓更多的民眾或是行動不方便的民眾也可以來使用 這就是我們在設計向日式建築的時候面臨的條件 其實現在這個日式建築使用的對象又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以不同的年齡層去對應它的使用上的設計 團隊這麼努力想要把這個地方修復海 對未來有什麼樣的期待 我們對於這樣松寮的一個建築是希望讓民眾能夠了解過去 不僅僅只是呈現一個以前的風貌而已 我們希望讓民眾能夠展望未來 知道其實有一個這麼好的空間 是我們現代人生長在鋼筋混凝土的環境下 所沒有辦法體驗的 我們希望我們本身專業團隊能夠用更多更好的技術 讓我們松寮的生命可以延遲再更長久 這是我們的使命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按住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